今天要討論請看護儀館的規定 按算先訪定 先討價實地正在 不用再提供八十兩票來申請 不過顧助團體就表示 就算把這個規定開放 儀館的臺灣報告 只是無法去應付所有的等級訴求 應該要再找其他的儀館 心心中的請 如果要申請 多少個看護 一開始就要醫療 領館的八十兩票評供 英國要提到蘋果很困難也很花時間 這麼衛生福利部和羅東部 將會討論 邦靈家庭看護儀館 心情的條件 為了本座市議員說 將會調校看哪些行為 只要用在座的心中抽選 不用再做八十兩票的蘋果 就讓心情多個看護港的方向來討論 這一類的 以前都是只有重度才可以 那現在的話我們希望就是說 也許哪一些 哪一些這個身心障礙的類別 是比較需要照顧的 那也許在中度或者輕度 比方說失智症 市議員說 不用八十兩票評供最大的好處 就是不用再跟民眾 送給民意做評供 只要有看護民意有精斷 平常經過鑑定 拿到心心中的抽選 而且符合規定的人 只要不用八十兩票 可以申請多少個看護照 但是我會擔心條件 如果放定了 當正比人家沒人過 根據羅東部尚心的統計 今年七月 若靠到四年一天 我們說實際請他們的看護衛工 比已經進場減兩萬六千人 國主團體領域 真正的問題 不是這個百十兩票 是衛工的台灣所不足 就已經比人家要求的還要少 那薪資沒有落後 可是條件是放寬很多 那這些國家包括新加坡 香港 日本 韓國 光是在亞洲 他們的勞動力引進國 就已經不是像台灣 只有三個國家 一定要先去多開發一些 勞動力的引進國 領域安領域 他現在進行來看 先前八十兩票 相近三天就能提到 英國要請一天 這就要等六個月 所以開放 蓬佛二天 不然這是條件要放寧 也還有人可以請 而且沒吃這個 沒有保重的 五天是另外的生涯者 這人真正解決家庭的 照顧跟白白的問題 記者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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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